CANSIER 歡迎收看 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玲 我是陳夏轅 你好 你好 身材保持真好都沒變 因為我只生一個 是喔 來來來我們最近這個 季節轉換 大家覺得說 一場秋雨 一場涼 天氣終於變好了 對 好舒服喔 好舒服 喜歡這種天氣 但是這種季節變化的時候 特別容易生病要小心 尤其害死 對不對 我們今天要聊的是 當心小病變大病 這很嚴重 通常我們都以為是 小小在這流個鼻涕什麼的 結果搞到半天是流感 大發燒這樣發感 真的 來 歡迎我們的命令老師 幫大家帥一帥 有些人天生就不怕 他沒事可以活到一百二十歲 好 來 來 來 我們首先歡迎 黃永福老師 大家好 接下來歡迎我們風水大師 陳冠英老師 大家好 來 接下來歡迎艾菲老師 來 接下來歡迎幾位來賓 首先歡迎我們的營養師 許瓊月 嗨 大家好 來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 小兒科醫師 陳慕容 陳一隻鳥 大家好 來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 醫藥記者 侯淑貞 大家好 來 講到小病變大病有哪些 來 我們這邊問一下肅青 說你遇到一位聲音沙啞 其實是聲音沙啞會怎樣 對 我們現在有時候在玩直播 跟粉絲一直聊天聊完會 很沙啞 真的 我印象很深刻是之前啊 有一個老先生 先不要講老先生好了 老先生那個 幾歲 等一下 你們在講 你幾歲你給人家叫我 好 我待會會講得很好 我記得 好 我先講年輕一點的 年輕一點的 差不多六十多歲的一個年輕女性 這個已經年遇半百的年輕女性 她呢 是以那個送金為業的 她平常送金嘛 送金久了是不是有時候就會燒香 對啊 所以她那陣子呢 常常燒香 她也不以為意 想說最近是不是天氣變化 還是怎麼樣太傷了 所以開始捧大海啊 什麼就一直喝 可是喝喝喝喝 覺得奇怪了 這次怎麼拖這麼久都沒好 但她還是覺得 就是使用聲音過度嘛 不會死啊 燒香就燒香 是直到她小孩看不下去 她說 媽我覺得你這個不對 哪有人燒香這麼久 都已經快一個月都不好 這一定是問題 就叫她去看醫生 她那次看醫生的時候 她還特別想說 今天就沒事 還要來看醫生浪費健保資源 不然她來選一個 她兒子就要看大醫院 她就去最大的醫院 選一個當天掛號人數最少的醫生 她想說最快迅速解決 你知道嗎 她就掛了一個掛號人最少 當天還掛得到的耳鼻喉 就進去為什麼人少呢 因為當天那個醫生是帶診醫生 多數的人都只是來拿藥的 沒有人要看病 之後她來真真實實 我以為燒香 她就想說她馬上要走了嘛 應該沒事對不對 結果每次看了醫生 醫生看了之後說 我可能要幫你做一些進一步的檢查 想說掃瞎過來進一步的檢查 你醫生是不是想要給我收錢 一定是今天 太閒了 醫生人想 結果你就想說要慢慢做 結果沒有 一檢查後來就直接住院了 因為她呢 其實是肺癌 而且是已經第四期 她是肺部的腫瘤轉移到淋巴 淋巴去壓到控制身帶的神經 所以是因為那個神經被壓破到 就好像我們做虎神經動 有時候總會馬一樣 她壓到那裡那個神經 讓你的身帶也動不了 所以就少瞎了 太難聯想了吧 哇塞 對 你覺得是很少對不對 可是如果大家有沒有想 記得鳳飛飛在最後一次 取消她的演唱會的原因 也說以為是生帶有問題 結果最後是肺腺癌 對 可是有些人想說這沒辦法 都已經轉移到那裡了 就算我發現知道是肺腺癌 可能機會也不大 可是另外一個 也是很年輕的先生 大概七十幾歲 才剛開始嘛 她的先生 這個故事好聽 是 這個年輕的先生是這樣子的 有一天她也是 她完全沒有感冒 沒有發燒 突然間就聲音就沙啞 她就覺得是不是太累 因為有時候人類 聲音會縮起來 對 她就想可能是最近很累 也是一樣開始保養 多喝水幹嘛保養 那也不好 第二天她說 沒辦法你這很奇怪 你這次掃聲跟正常人 不太一樣 那你去看一下醫生 她想順便附近的診所 耳鼻喉科看一下 耳鼻喉科醫生一看 也是跟她說 先生 我建議你去大醫院看醫生 而且她建議的 還不是腫瘤科 她說 我建議你要去心臟血管科看 好難 她說醫生 我來看耳鼻喉科 我掃聲 你叫我看心臟血管科 對啊 你是不是 想說 你的合作聯盟 就這樣 半信半疑 她說你緊張 這很嚴重 結果去你知道 後來做檢查 她是什麼呢 她是主動賣玻璃 心臟的有一條血管 就很像我們血管有很多層 有一層的 崩起 崩起之後 那個血是不是 有時候會鼓起來 就是 就等於說我們很多層的東西 水管弄弄 這裡就鼓起來 鼓起了一個主動脈瘤 剛好也是去壓破到身帶的那個 所以她那個身帶動不了 然後那個樣態 那個耳鼻喉科醫生 剛剛好先前有去參加什麼研討會 就看到一個那樣的案例報告 她就覺得 這也跟那個人家醫生報告太像了 所以叫她來 結果真的不太 因為你知道這個主動脈玻璃 那個主動脈瘤 如果破掉 她致死率非常高 你可能瞬間就是 像說你血血破掉了 你也會或者是心肌梗塞 會死人的 結果她就是因為 她兒子勸她看醫生 她去了診所 診所剛好之前看到人家個案報 去參加研討會 看到她個案報告 覺得這好像 就要去 真的救她一命 她真的是命不該絕 對啊 好多的巧合 對啊 你看那你說像聲音沙啞之外 我覺得很多人最常見的是 就是突然間閃到 是下背痛 這個是我 我的以前的長官的親身經歷 你知道嗎 因為年紀稍微長一點點的時候 容易會是腰痠背痛的問題 她有一件也是突然劇烈背痛 然後她覺得說 可是不是我之前的 坐骨神經痛犯還是怎麼樣 然後坐立難安 真的沒有辦法做工作 她就說你趕快去醫院 就去急診 連急診醫生都以為 她是坐骨神經痛 為什麼 因為她就跟她說 以前我是坐骨神經痛復發 我又疼了 所以她急診一直等 急診覺得菜市場 她在哪裡 直到我們更大的長官去探視她 說怎麼會讓她睡在現在 再菜市場換便宜 一換便宜 因為有關係 可以關說一下 馬上就做很多檢查 一檢查說 她不是坐骨神經痛 她是心肌梗塞 怎麼會扯到那裡去 心肌梗塞 怎麼會痛在隔壁 有人痛嘴 有人痛不滾 有人痛腳踏 就是不痛的心 你知道嗎 是 不好意思 我家出事情 就也是鄰居家發現 其實身體裡面 因為神經是一整條的長串 所以有些地方出問題 它會有一個叫做 放射性的疼痛 所以的確可能前面的問題 會影響到後面的疼痛感覺 後背痛或下背痛 都有可能會出現 所以現在我們如果哪裡痛 要跟醫生說 你幫我全身做個檢查 所以那跟我們一般貼 沙龍巴斯的痛 是有不一樣嗎 還是都差不多 的確不一樣 不過我都會建議說 如果我們去醫療院所的話 講症狀就好 不要自己跟人家說 我是什麼病 不要自己診斷 我這裡好痛 你不要跟人家說 我是坐骨神經痛 那人家就不會幫你想到 其他的事情去 是是是 來這邊問一下陳醫師 主動脈玻璃跟心肌梗塞 發作的時候 都是會死人的 那我們是否自己檢測 我們是什麼樣的人 會是這兩個症狀的高危險 陳醫師 那個我隔壁的同學 他說他什麼都沒有 也沒有抽菸 也沒有喝酒 也沒有高血壓 也沒有糖尿病 那為什麼會心肌梗塞 為什麼會主動脈玻璃 的確也有 然後大家就說 喔不對啊 他都跑三鐵的 他都騎腳踏車 好冤枉喔 好冤枉喔 其實這個 如果我們做的時候 都是會死人的 那我們是否自己檢測 我們是什麼樣的人 會是這兩個症狀的高危險群 對而且 這個還不只說會死人 死人的機會還蠻大的 那主動脈玻璃 基本上幾個小時 沒有處理掉 那血液不斷的沖 真的把血管沖破了 真的都會有問題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主動脈玻璃 他的一些高危險群 大家可以看 要注意喔 要注意喔 要找那個緊急聯絡人 人家都還沒到咧 就再見 對 就有問題了 有的時候我們真的緊急聯絡人 真的聯絡不到要緊急處理 都是叫門口的警衛來當公證人 喔 是喔 對 就是 家人沒有辦法來到現場 簽這個同意書嘛 然後就只好說 那門口的警衛你來 你就幫忙當見證人 說我們要開始處理了 那家人都還沒有到 連絡不到啊 以後我們進醫院前 見到警衛都要這樣 對啊 跟他打發關係 好 那我們講說 主動脈玻璃跟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的確是有一些 這個危險因子 第一個 吸菸 第二個我們所謂的三高 血糖高 血壓高 血脂高 肥胖 沒有 那如果你的家族 例如說你爸爸媽媽啦 或者說什麼姑姑啦 阿姨啦 本身就有這些心肌梗塞 或者說這個主動脈玻璃的病史 你自己有出現這樣的情形 也比較多 缺乏運動 那一定很多人跟我說 陳醫師 那個我隔壁的同學 他說他什麼都沒有 也沒有抽菸 也沒有喝酒 也沒有高血壓 也沒有糖尿病 那為什麼會心肌梗塞 為什麼會主動脈玻璃 的確也有 市面上你很多聽到這樣的情形 我們只是中年的時候 我們同學會就聽到說 有誰怎麼了 就會有這種 然後大家就說 不對啊 他都跑三鐵的 他都騎腳踏車 好冤枉喔 好冤枉喔 其實這個 我相信隨著之後的醫學進展 一定可以找出理由 可是現階段 我們就真的是找不到原因 就是他沒有危險因子 那很多人就說 啊這就是命啊 就跟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主題一樣 就是命運 可是實際上 在隨著醫學的進步 一定之後還可以再找出答案的 唉唷 真是 那所以但是也要注意 大家也不要害怕 也不能說唉唷 看到一個影子就開槍這樣 我這麼痛 唉唷醫生啊 唉唷 不會死啊 也是有很多的病人 就是痛一分 但喊三分的 也是有 唉唷 所以我們就是請 朋友福老師來告訴我們 有什麼樣的命格呢 比較容易是健康寶寶 我們說健康寶寶 應該就是遺傳好了 生下來就很健康 然後受到很好的照顧 然後自己又增加有活動 所以他就是生下來 本身就是健康寶寶 那我列出三個生肖 那事實上講 我們說到生肖 十二生肖都有健康寶寶 不能說哪個生肖是健康寶寶 另外哪個生肖不是健康寶寶 這不可能的 只是比例的多少而已 也就是說我列出來這三個生肖比例比較高 他是健康寶的比例高 但是我還要加個時間來看 今天我不講月不講日 我是講生肖跟時 看他在什麼時候出生的 他那個時辰生出來的小孩子是健康寶寶 好 現在我們看看第一名 天生體健神清氣喘 就是生下來就無病無災 沒有什麼特別的缺失 然後活動力很強 通常這種都是大概額頭很高 耳朵大的 像這種長相的寶寶 就健康寶寶 好 這是什麼生肖呢 比例上是屬雞的生肖 就是屬雞的生肖呢 這種比例比較高 而且給他到第一名 但是注意喔 還要看待什麼時辰出生 我們想一想 這個雞它的活動力最強 它有最好的發揮它的使命 是在什麼時間 是早上的雞叫 卯食 卯食就是早上的五點到七點雞叫 但是有些雞還提早飲食 飲食就是五點以前它就叫了 但是也有些雞比較懶惰一點 成食 就是七點以後才叫 不管怎麼樣 就是您是屬雞的 如果出生在飲食 卯食 誠食的話 那時候你的活動 就是在那個時間的雞 是活動力最強 或者說大自然 或者說我們講說 如果有神的話 神給祂的一個使命 認為祂這個時候 體質要給祂最好最好 也就是說屬雞的 你如果是三個食層生的 你有天賦的使命 所以你生下來就是健康寶寶 好開心喔 好 其實我們看第二名 你們家是雞寶寶 雞寶寶 然後也是在那三個人 也是早餐 對 開心 對 現在在國外念書 對 所以比較不用操心 比較放心 對 那第二個 年少立足 百病不生 生下來他就是很健康 我們不是說一定要打架 但是小朋友打架 通常他都會打贏的 不是 四肢健全 身體健康 放牛班的 不一定放牛班 就是那個好的班 升學班的 知幽班的很多 也是健康寶寶對不對 這種老天爺太不公平了 對啊 又會念書 身體又會打架 好 這是什麼生效呢 就是比例上比較高的 是屬狗的生效 那就是健康寶寶比例比較高 但是還要看時程 什麼時程呢 虛食害食指食 在我們十二弟子裡面 虛其實就是狗 狗就是虛 為什麼呢 古代的人說比較早睡 虛食是晚上的七點到九點 大家都已經吃飽了 古時候七點九點早就日落了 吃飽就睡覺了 那一睡覺狗就要出來怎麼樣 顧家 看熟 就是這時候狗發揮他的使命 發揮最大的影響力的時候 就是虛食 然後虛食害食晚上九點到十一點 子食就是深夜的一點到凌晨的一點 這個時候是狗 他的活動力最強的時候 開始要顧家要照顧 看有什麼問題的 所以如果也是屬狗的生效 在這三個時程生的 我想大自然或者上天 會給你最好的生 健康 生下來遺傳就是最好的 太爽 第二項 好 下面第三名 照顧周到身強體重 就是他生下來 能受到好好的照顧 當然本身體質也好 又受到很好的照顧 當然身體就很強健的 好 這是什麼生效呢 這是屬老鼠的朋友 穴力最高 但是也是一樣 屬老鼠要什麼食生呢 要子食 醜食 飲食 子食就是深夜的十一點到凌晨的一點 醜食是早上凌晨的一到三 飲食是三到五 我們在十二滴子裡面很有趣 子就是屬 屬就是子 也就是老鼠在子食 那個時候他活動力最強 他在那個時候才出來找東西吃 才出來做各種一天應該做的活動 都在那個時候 所以如果你是屬老鼠 在這個時間生的話 我剛講過嘛 發揮最大的影響力 活動力最強 上天給你最好的身體 所以呢 這個是屬老鼠的事 這個是成 好 以上三個 三個生效跟他各自的食材 那就給觀眾朋友做參考了喔 來來來講到說是個小症狀要注意 現代人生活壓力大 飲食又不正常 就看很多廣告什麼 喝咖啡吃甜食 要不然就吃麻辣鍋有沒有 這種 餵藥 都想說直接就餵藥就算了 沒什麼事情 沒事跑醫院也很麻煩 但是問一下陳醫師說 當我們腸胃不舒服的時候 也是要注意 對 我們之前的確曾經遇過一個 50出頭的年輕人 他主要來看病的時候就說 陳醫師我工作比較忙 明天就要出差 那我以前就知道我會 就是餵食道逆流 那你就開一點胃藥 讓我帶出去就好了 那當時我是還提醒他說 如果你這個曾經餵食道逆流 他說他20年前做過檢查 他也知道是餵食道逆流 那最近他會覺得說 常常覺得想打嗝 然後講話講一講 會想要咳嗽 喉嚨好像有一點點痰 其實那個有一點 像是胃食道逆流 去刺激到喉頭的感覺 那因為他急著要出去 我說你20年前做過的檢查 20年後 你如果回來台灣之後 你還是應該再去做一個檢查 會比較放心 然後呢 其實我大概每隔半個月 一個月會見到他 他來看我的時候 都是要拿胃藥 那我都不斷提醒他說 你要去做個檢查 你要去做個檢查 他也說好好好 其實三個月半年他都沒去 因為他太忙了 基本上每隔幾天就在空中飛 一年之後他來看我 插著一根鼻胃管 那我就說你這是怎麼了 他說他還要後續做進一步檢查 因為他那幾天開始覺得腸胃非常不舒服 就想到陳醫師一年以前有提醒他說 應該要去做這個檢查 他真的去做檢查 說他的這個食道的最下端 產生了一個叫做巴瑞特式食道 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就是胃酸一直不斷的往上去刺激到你的食道 到最後食道的最下端 就一直不斷的被胃酸刺激 就是說 啊這個表皮細胞就改變了 嗯 他是 國人又熱情又熱心 你不舒服 我跟你講我這一顆很好吃 再加這一顆 真的真的 他遇到一個患者就說 一線為你講 你剛剛幫我開一種很厲害的寶肝 他說寶肝 寶肝沒有很厲害 他說沒有我朋友上次送我一個 他說這個是現在寶肝最厲害的 你知道多猛 他朋友拿出來那個藥的時候 那醫生下巴都快掉出來了 那個是 他怎麼可以叫這個朋友啊 他說你朋友還在嗎 哈哈哈哈 食道的最下端 產生了一個叫做巴瑞特式食道 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就是胃酸喔 一直不斷的往上去刺激到你的食道 到最後食道的最下端 就一直不斷的被胃酸刺激 就是說 啊這個表皮細胞就改變了 他是癌症的前兆 就變成說他不在乎的那一年裡面 他可能這個胃酸不斷的刺激 到最後他已經接近癌症 他是癌症的前兆 所以還要進一步做檢查 剛好那一段時間 他吃東西都吃不下 營養也不均衡 那醫生說 好我幫你放個鼻胃管 在那一段時間補充一下養分 但是後續的檢查還在做 你說這個在食道的最下面 對就食道的最下面 剛好跟胃的交界處 那胃酸一直不斷的衝上來 刺激那一段 到最後他的表皮細胞 就長成別的樣子 接近癌細胞的樣子 喔 然後說有一個特別注意 我們看一邊報導說 我們國人喜歡喝熱食 尤其我們現在快冬天了 吃火鍋喝熱湯 我們還有什麼喝熱咖啡 都要熱要熱 店員這個再加熱加熱 這個都涼了湯涼了不行 說一些喜歡喝燙口的 要很燙很燙 吹一口 然後喝到那個熱湯 感覺可以從這邊 喔有感覺這樣下來 說這個現在其實都會 超過60度就容易食道癌 比例上稍微高一點點 或許各位不要太擔心 但是太燙的湯 本來就有燙傷的風險 大家本來就要小心 你湯雖然熱熱的很好喝 但是你也不要給我喝個 70度 80度太燙真的不好 那比例真的稍微高一點 但是或許大家不用為了 治癌這部分太擔心 喔 不過真的很多人就是覺得 只是胃不舒服 就巷口的藥房買一下藥 對不對 可是前一陣子不是說 有個胃藥會治癌 對不對 這篇我沒看到 對 有一個新聞就是說 它有一個 大家吃了很多年 不知道吃多少去了 但是它是有治癌成分 這種消息要問一下 Rentac 但是它不只是一個 不只是那一個藥 就是那一系列的藥 它跟之前我們所謂的高血壓藥 出問題是一樣的 就是因為它的原料裡面 有一些可能 我們認為疑似可能會治癌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他們就開始要求回收 可是我覺得這個新聞 跟高血壓的藥的新聞 兩個應該用不同的程度來看 因為高血壓藥為什麼要很緊張 因為高血壓藥要天天吃 因為你是必須控制血壓 所以天天吃 那一旦它裡面一些可疑的成分出現 那我們又要一直吃 所以我當然要注意 可是照到底這個胃藥 國人照到底不應該天天吃 就像醫生講的 如果你的藥胃有問題 它持續都不會好 應該是要找醫生 可是很多人是自己 吃一次之後就一直去買 所以我都覺得 以這個成分來講 你要吃到得癌症 那有比較多的可能 是因為你自己都不注意 自己胃的健康 然後自己只買一層藥 忽略它可能潛藏的風險 反而得 所以這個跟之前高血壓的比喻 我們國人又熱情又熱心 你不舒服 我跟你講我這一顆很好吃 再加這一顆 真的真的 我之前也是有一小段時間 就不知道為什麼鎖喉 就沒聲音 然後那時候走到哪裡沒跟 會說你這叫熱感冒 我跟你講你就要吃什麼 吃這一顆 然後碰到下一個 他就跟我說 不是不是我告訴你 你應該要吃別的什麼 就是你知道 那你又覺得說不好意思 你看我們多有人情味 但是要注意 另外我們還要問一下陳醫師說 有病人遇到說自己血變 血變 就覺得說 可能是上火 只是痣瘡而已 或吃了火龍果 欸 對 欸 我第一次吃火龍果 上來廁所我也 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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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死了 我看了 好 我要死了 我連密碼都忘記了 想要告訴你 聽一下都忘記了 因為我們在大醫院 我自己看的是風濕免疫科 他主要來抱怨說 他眼睛看不清楚 他這眼睛看不清楚 其實在風濕免疫科裡面 有一些疾病 我們就說我來幫你安排 做一點檢查 但是他還多問了一句話說 陳醫師我每天大便完 我都會看一下我的大便 大便裡面都有血 這應該只是痔瘡跟眼睛 沒有關係吧 因為我們就覺得不大對勁 我們還要仔細問說 你有沒有拍照 欸 現在因為有手機嘛 我們真的要看一下 我們上完這次 阿納要拍照 可以用 要不然他要你現場拉給他 可以用無他修一下 用無他修一下 因為馬賽克嘛 那血的部分給醫生看 喔 對 太奇怪的照片 其實我會建議拍啦 為什麼呢 總比你拿去給醫生看來的 而且醫生見很多 醫生不怕 然後我就發現他那個血 他敘述的血 其實是混在大便裡面的 我們大便的血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 沾在大便上面 擦屁股的時候 衛生紙上面也有血 那他特別跟我講說 他擦屁股的時候 衛生紙上是沒有血的 可是他有特別說 稍微把它撥弄開來 它裡面是有混著血的 那就代表說這個出血 那個血是鮮紅色的血 還是暗黑色 其實他的大便 整條都有一點暗色 但是上面還是有一些鮮紅的血 所以我就特別跟他講說 你這個不對 如果是全身系統性的疾病 眼睛又有問題 大便又有血 而且那個血不是表面上的 應該不是痔瘡 我就幫他安排做一個檢查 發現說 他那個是一個 特殊的發炎疾病 叫做 喉嚨又痛了 沒有 警衛 警衛 趕快進來撐著 我這是以後很多人 怎麼經過你轉診的 都很戲劇性 我就發現說 它是一個叫做克隆市症 這個克隆市症 在整個消化道 腸道 它會跳躍性的出血 那原因不明 這裡出血 這一段沒事 這裡出血 這一段沒事 這裡出血 這一段沒事 所以 比較上段的出血 可能就會 會混在大便裡面 是黑黑的 那比較下段的出血 可能就會混在 外圓一點點地方 是紅紅的 但是擦屁股的時候 偏偏又沒有血 這個病是一個發炎性的疾病 那偶爾會遇到外國人多 可能亞洲人少一點點 是喔 但是詳細檢查 如果真的出血太嚴重 甚至要把那一段腸道 整個切掉 這麼嚴重 對 那他的眼睛 也跟這個疾病有關 為什麼 因為它是系統性的疾病 所以也可能影響到其他地方 什麼嘴巴容易破 什麼眼睛容易看不到 葡萄膜眼 這樣子的情形發生 喔 文哥那像我們這種就是 還快要變成很年輕的階段 是常常有時候會覺得 眼睛看不清楚 那這是老花啦 對不對 這是老花 但是欸 你們女生要注意喔 很多人喜歡自己當醫生 小病變大病說 泌尿到感染 男生比較沒有對不對 女生比較多是不是 他其實媽媽是帶 小孩子來看病 然後呢 媽媽就在看完之後 順手拿出自己的健保卡說 欸 這樣沒有 我也看一下好了 媽媽總是很辛苦 小孩優先看 這個自己 順便看一下 他說 陳醫師我那個 頻尿 尿尿的時候會痛 尿完之後還想再尿 那其實這一聽 就是泌尿道感染的情形 我就說好 我可能先讓你吃個 抗生素 再加上一個 泌尿道的止痙攣劑 你頻尿的那個感覺 就是可能泌尿道 有一些痙攣的情形 我就幫你把 泌尿道不要那麼驚軟 再加上抗生素 直接殺菌 兩件事情一起做 但是我提醒他說 你在吃藥之前 請你先去留一泡尿 我幫你送出去做檢查 那你就趕快先吃藥 然後明天報告出來了 確定是泌尿道感染 好險你今天 已經先開始做治療了 完整治療七天 好 沒事了 可是泌尿道感染 其實在女生 很容易反覆 憋尿啦 喝水不夠 可能都會 所以他每隔一個月 兩個月 可能都會回來 那有的時候呢 他說一忙 他說陳醫師 我今天就不要尿尿了 我就直接拿藥 他不做檢驗了 其實這個也合理 因為你的症狀很像 但是呢 兩個月後回來 他好痛好痛 不舒服 我才發現說 他因為連著幾次 我們都吃一樣的藥 他後來他就自己去藥局買藥 那有一次出國 抗生素沒帶 只吃那個紫晶卵的藥物 那其實你泌尿道感染的感覺 如果你把那個紫晶卵的藥物吃下去 你就不會有那個 憑尿 尿完還想再尿的感覺 你就以為好了 可是最根本的紫晶卵抗生素 根本沒吃啊 所以他是彎著腰走進來的 然後呢 我敲他的後背 敲他的腰 很痛 他不是只有泌尿道感染 他往上走 走到輸尿管 走到腎臟 腎餘腎炎 他在那個腎臟的地方 就那個發炎 他會一直上去 一直進去就是了 就尿液一直往上回衝 影響到他的腎臟 所以就變成說 他後來疏忽了 他以為症狀沒有了 就是沒有細菌了 可是其實那個細菌 還在身體裡面亂搞 所以這個就是小的地方 沒有注意 那醫生不好意思 有一個小事情 像我們中間進廣告的時候 我跟黃尤福老師 一起去廁所 他已經離開很久了 我還站在那邊 這個我需要擔心嗎 密斯達都好久耶 對啊 所以是說真的啊 嗯 呃 你是 發現自己身體上面 有一些小疾病的時候 他覺得說 我去上網去找一下這個資料 我心臟身體上的這個發炎 有可能會是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這個狀況 有可能會導致自己 錯誤判斷 會去詢問網友 有沒有人有同樣的症狀 來分享一下 像我們中間進廣告的時候 我跟黃尤福老師 一起去廁所 他已經離開很久了 我還站在那邊 這個我需要擔心嗎 密斯達都好久耶 對啊 所以是說真的啊 嗯 這個可以後續去找泌尿科的醫生 在做進一步的檢查 開指精卵的是不是 那個大概沒有什麼效果 你看又自己亂當醫生 不可以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症狀 其實應該真的是去找 泌尿科醫生 在做進一步的檢查 會合理一點 我要以黃尤福老師做標準 下個月我一定要比他快 不過我的時候快不見得是好啦 哦 是哦 哦 老師你要注意哦 你有你的問題 我有我的問題 哦 來來 欸 問一下琼玥 琼玥說你也遇過一位阿伯 喜歡自己當醫生 結果也造成了很嚴重的後果 對啊 因為其實像我遇到的那個阿伯 七十歲左右啦 對啊 然後其實他平常就是身體 都是很健康 他七十歲都還是去田裡啊 然後還會去尋田啊 然後 孫產水 然後還會跟他的朋友那邊下棋啊 其實身體都很好 他那個健保卡呢 一次都沒有用過 他從那個蓋章的時代 一直到現在的IC卡 他完全都沒有用過 哇 那身體真棒 真的 對 那身體真的很 而且他其實也不喜歡看醫生嘛 那其實他有一次 他就是覺得胃怪怪的 脹脹的不是很舒服 然後他就說 他就想說沒關係 反正就是 脹 因為我覺得他還蠻能忍痛 或是忍不舒服的 所以他也就不理會他 可是其實他大概忍了一個禮拜左右 他就發現奇怪他怎麼肚子越來越脹 就會變成吃東西進去 他會想吐 而且是到後面他是會完全沒辦法吃東西 因為連一喝水都想吐 然後家人他會覺得這不太對 那其實這個阿伯其實平常很固執 他不太想去看醫生 但是因為這個狀況他不得不去 所以家人就送他去急診 因為他是連喝水都吐出來了嘛 結果送去急診的時候 結果一檢查就發現 要再收住院要做進一步的觀察 結果後來發現 這個阿伯他得到胃癌末期 沒辦法想像 因為他平常也算是健康 然後沒有什麼症狀 然後後來啊這樣子追問回 就發現說 雖然阿伯他是沒有去看醫生 可是他就是自己當醫生 對 胃不舒服他就去買胃藥 然後哪邊不舒服他就自己去買 一些成藥來吃 可是其實胃如果不舒服 其實胃藥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譬如說你可能胃酸太多 就是有減少胃酸分泌的 是 或者是你可以降低胃酸酸度的 對 或者是你有就是 可以其他幫助胃的狀況 那你自己不知道狀況之下 他就去買了一些成藥 而且其實他在鄉下 又很容易去那個中藥房企業 所以你根本不曉得 那個成分是什麼 因為西藥裡面 他可能你還看得清楚他的成分 但是他去中藥房買的那些 他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 可是很嚴重 然後發現胃癌末期之後 他在兩個月內他就走掉了 那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如果有任何症狀 一定要去找醫生 你才能很準確的去知道說 我們的身體到底是發生了什麼狀況 你才可以對症下藥去認真做治療 不然就會像這種很遺憾 其實真的只有我們國人 這麼熱情有人情味 喜歡自己當醫生嗎 國人特別熱情 因為我們拿到藥又什麼方便 我遇過 雖然已經很多 我遇過一個最大方的 最熱情的 有一次有個醫生說 他是看肝臟的 然後他遇到一個患者就說 醫生 我跟你講 你剛剛幫我開一種很厲害的保肝 他說保肝 保肝沒有很厲害 他說沒有 我朋友上次送我一個 他說這個是現在保肝最厲害的 你知道多猛 他朋友拿出來那個藥的時候 那醫生下巴都快掉出來了 那個是抗肝癌的標靶藥物 他怎麼可以招得到啊 他說你朋友還在嗎 就是國人有時候根本不知道 自己在吃什麼 搞不清楚什麼都能送 你知道那一顆在國外要多少錢嗎 而且重點是 那應該是癌症啊 所以他的朋友就是人情味 他喜歡一愛人間你知道嗎 他應該聽醫生有跟他講 你這藥好好吃 很厲害很有用 他就覺得這保肝神藥 天啊 從來搞不清楚 我們現在要請艾菲尤老師來告訴我們 哪些星座的人 最喜歡自己當醫生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星座圖板 哪些星座的人呢 最喜歡自己當醫生 請大家參考太陽及上升星座 那麼有上榜的朋友呢 你可以自我反省一下 有沒有自己在生病的時候呢 自己當成自己的一個健康的醫生 但是可能這個方法是錯的 來我們看第三名上榜的朋友 太陽上升如果是水瓶座的朋友 好 稍微注意一下 你可能在生病的時候 喜歡自己當醫生的原因是什麼 自己上網找資料 而且研究病情 其實我們現在上網很方便 那麼各種的這個病況 各種的這個病史 或者各種的一些病例 其實在網路上面都找得到 尤其水瓶座他最喜歡 發現自己生病上面 有一些小疾病的時候 他覺得說我去上網 去找一下這個資料 我心上身體上的這個發炎 有可能會是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這個狀況呢 有可能會導致自己錯誤判斷 還有一個部分呢 水瓶座也會去詢問網友 有沒有人有同樣的症狀 來分享一下 來去猜測自己可能的病情 這個部分都要特別小心了 再來我們看到第二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如果是這個星座 也是喜歡自己當醫生 是天蠍座的朋友 來 天蠍座的朋友 自己當醫生是什麼原因 我們的肅清 好像有這個現象 主觀意識 來看一下 主觀意識比較強 而且自己比較假惠 這是什麼原因 就是說因為天蠍座覺得說 我對我自己的身體 我從小就非常注意身體的保健 跟這個健康 所以我對我自己身體的認識 是非常清楚 比醫生還要清楚 但是自己假惠的結果就延誤病情 再來我們看到第一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 如果是這個星座 也要特別小心了 也是喜歡自己當醫生的 是我們的射手座 我們的瓊月 瓊月是上升是射手座 還有我們的這個慕容先生 也是上升射手座 慕容說我就醫生嗎 那其他的射手座 可能不是自己醫生的話 看看有沒有這個問題 喜歡吃成藥 還有生病不去看醫生 其實射手座的人 他們會有這個現象 最主要是因為他們對自己 太過樂觀了 他覺得說 我這只是普通感冒 我這個只是以前就是眼睛 快要近視 我去點一個放銅 還是點一個什麼 這個舒緩眼壓的狀況 就能夠改善我眼睛的病況 或什麼之類的 這種喜歡吃成藥的狀況 也可能會導致病情的加重 所以建議有上榜的朋友 水瓶座天蠍座以及射手座 當你生病的時候還是要對症下藥 去找專業醫生來問你就診 會比較適當喔 給你這才好 真的要注意 來來來 另外問一下瓊月 說其實我們很多 很多人就是也為了養生 為了健康 吃得很清淡 有些說我絕對沒問題 他就讓你吃那麼甜 他就讓你吃這樣 我告訴你我都吃 很清淡我絕對沒問題 結果說還是有問題喔 真的 因為我真的看太多 一般人認為的清淡在營養學 不代表叫做清淡 對 因為有時候我真的很常看 譬如說你早餐就是很常用 你可能就是會遇到那種吃菠蘿麵包 然後可能配個奶茶 或者是配個紅茶 那咖啡你如果是買個 那個無糖咖啡就算了 還蠻多人都是直接隨手拿 就是三合一咖啡 又有奶精又有糖的 我遇過這樣子的人 他這樣子吃一吃 結果他就三酸甘油脂飆高 這是一個大家很容易選的東西喔 為什麼 他也沒有吃大魚大肉 也沒有山珍海魚 對 算簡單嗎 因為其實在麵包的製成裡頭 其實越酥越脆 它裡頭的一個蔬油含量是越高的 所以 越酥越脆 越好吃 所以它其實油脂含量是很高的 所以可頌 非常高 難怪那麼好吃 對 然後其實這個是早餐的部分 那像午餐跟晚餐都很常遇到 就是很容易就是你可能炒飯就解決一餐 或是炒麵 對 或者是你去麵攤 你可能點個乾麵 一碗牛肉麵 那你可能切個小菜 像滷蛋啊 豆干 你會發現這樣的飲食 通通沒有蔬菜 或者是你去吃那個 就是配滷肉飯 然後配一碗那個魚皮湯 或是一碗魚湯 看起來就是很簡單嘛 都沒有吃很多油在 也沒有吃很多 可是你會發現這樣的飲食裡面 你只有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質 完全都沒有蔬菜 所以其實這樣的飲食裡面 我就有遇過這樣的 它平常都是這樣飲食 然後它也沒有額外吃什麼 點心啊 也沒有喝酒 也都沒有其他壞習慣 這樣吃著吃著 後來就腦中風 所以重點在青菜啊 對 重點在青菜 因為其實我們飲食裡面啊 雖然這些是蛋白質 可是蛋白質裡頭 都含有動物性的脂肪 這個動物性的脂肪 是會累積在我們的血管壁上面的 對 而且如果當你這個 累積在我們的血管壁上 越來越多的時候 假如它那個斑塊掉下來 隨著我們的血液流到 我們身體各個的部位 你可能塞在腦就腦中風 對 如果是比較大的 在心臟就是我們心肌梗塞 然後或是微血管或其他血管 就可能變成小中風 所以其實這樣的飲食是有它的風險存在的 所以其實像那個 我覺得健身的人一定也要很注意 像最近不是就有一個健身教練 對 我有看到 對 他跟他太太都是健身愛好者 教練練得非常好的 對 就是運動嘛 很健康 那你在想他在飲食裡頭 他一定有比較多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動物性的蛋白質 是的 補充 對 其他健身的一些人員也一樣 就是一些動物性蛋白質 可能就是吃雞胸肉 但是我遇過我自己來 那個門診諮詢的一些 健身的客戶 他就說他的教練叫他 就是運動完 就是你一定要吃 我們在看房子的時候 把大門就看成我們的嘴巴 這個大門你把它東西 都擺在這大門上的時候 就像嘴巴裡面發炎 嘴巴破了 所以這種狀況叫你會健康 你嘴巴會破 嘴巴裡面也會有問題 絕對身體內障有一定內障 五 六 三 一定有問題 所以這種情形 就一定會帶給我們家裡 健康也非常的差 像最近不是就有一個健身教練 對 我有看到 對 他跟他太太都是健身愛好者 教練練得非常好的 對 就是運動很健康 那他 你想想他在飲食裡頭 他一定有比較多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動物性的蛋白質 是的 補充 對 其他健身的一些人員也一樣 就是一些動物性蛋白質 可能就是吃雞胸肉 但是我遇過我自己來 那個門診諮詢的一些 健身的客戶 他就說他的教練叫他 就是運動完 就是你一定要吃七顆蛋 對 對 對 七顆 一次就七顆蛋 你知道這七顆蛋 已經超過一個男生 一整天的蛋白質攝取量了 而且裡頭的一個 膽固醇含量是很高的 對 因為像我們通常一般建議 如果膽固醇建議 大概300毫克左右就差不多 是嗎 可是我們這個雞蛋 不是已經頻繁了嗎 美國的一個 paper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吃雞蛋是好的 是既然沒關係 跟膽固醇已經沒關係了 那我們當然就是 因為這是有做大型的研究 我們基本上以學理上 我們是可以相信的 但是像一般我們健檢單位 其實那些人的年紀 大部分都是50歲以上 那其實有些人都已經 有一點點高血值了 就是他的健檢報告 他的一些不管是膽固醇 或者是三酸甘油脂 或者是不好的膽固醇 他的數字都是紅字的 那有些人是有用藥 有些人沒有用藥 那我們就讓他做 好啊你想吃沒關係 那你就兩個月 你就平反了嘛 你想吃你就吃吧 結果他一吃 然後說那都兩個月回來抽血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膽固醇有沒有高 如果高我們就不要這樣子吃 結果你知道嗎 10個人回來 大概9個人 他的膽固醇 全部都是超過100以上 原本250的就變350 所以我覺得這個研究 還是要個別化啦 如果說你吃了 你自己去抽血 那你正常健康 那我們覺得就OK 可是如果你這樣的飲食 你吃了其實你就超標了 如果有一些高膽固醇的人 建議一般就是膽固醇的攝取量 不要超過300毫克 那一顆雞蛋的蛋黃 就差不多了 好 我有在吃這樣膽固醇的藥 那你不能吃兩顆啊 一天 那你叫我再抽血吧 影響比較大的是料理的方式 因為很多人都跟他說 為我吃雞蛋 拜託你吃雞蛋你用炒蛋 給我用那個什麼紅蛋 用什麼 你那些油 因為飽和脂肪 對於膽固醇的貢獻量 遠高於膽固醇自己 你懂嗎 那個油比蛋黃厲害 對 例如是說我今天 如果吃一公克的膽固醇 進去你身體變成膽固醇 跟我吃一公克的飽和脂肪 進你身體變成膽固醇 飽和脂肪變得比較多耶 所以對於身體裡面的膽固醇貢獻 飽和脂肪是更高的 油其實是關鍵啊 你早上什麼蛋 我是煎蛋 我誰啊 你只能吃水煮蛋 我們接下來要請陳冠宇老師 來告訴我們 有哪些不良的風水 會影響我們的健康運 一個家庭裡面所有成員的健康運 跟你這個家裡面的一切 一定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說會影響 我們健康運的不良風水 第一個是說 過於油膩 油膩污過的 廚房的抽油煙機 我們家庭的媽媽們 拜託各位 一定要每個禮拜 要吃早要清洗一次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圖 各位你看這個圖裡面 這個油煙 在炒菜的時候 你下面鍋子的熱度 就會把上面雖然在吸 但上面這些油就軟化掉 你不注意的它就滴下來了 所以想想 病從口入 所以你看這個油是 裡面有多少續徑在 它也可能做 你三天沒炒菜 一個禮拜沒炒菜 現在又炒菜又滴下來 你看那有多少續徑在那裡 所以這種狀況 就會影響我們健康運 一定要清洗 第二個 我們可以看到 大門上掛滿雜物的宰物 你看 這是一家的大門 大門上掛滿雜物 所以有時候人家裡環境已經不好 你就是常常就又會產生很多東西 這是一個大門 鐵門 後面用那個 家裡的大門 進家裡的大門 進家門大門 前陽台進來 就從陽台進來的時候 進這個家這個門 從外面看很乾淨 進到家以後 這門上就掛了這些 我要掛鑰匙啊 掛包包啊 怕明天會忘記啊 雜物你掛在門上幹嘛 旁邊去收納嘛 我們在看房子的時候 把大門就看成我們的嘴巴 這個大門 你把它東西都擺在大門上的時候 就像嘴巴裡面發炎了 嘴巴破了 所以這種狀況這樣 你會健康 你嘴巴會破 嘴巴裡面會有問題 絕對身體內障有一定內障 五六障一定有問題 所以我們的脹氣有問題 才會反射到你的嘴巴了 所以這種情形 就一定會帶給我們家裡 健康運非常的差 為什麼節目當中 常一直強調說 當你運勢不好 當你健康家裡很多不好的時候 來一次打掃除 我們一次一次再強調 希望我們的觀眾 我們滅他玩的朋友 能夠把你家裡面打掃 非常乾淨 相信你打你的乾淨 整齊化醫 就不會有那些病灶 你一定會減少很多人 不該來的 那影響我們健康的問題 所以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不要換到這些問題 有這些問題 就一定會影響 你們家庭的健康運的 這一題 你就可以放心了 好多年不見你依然不變 真的嗎 才是一樣漂亮 我應該也是一樣的高 我沒有依然年輕嗎 你為什麼只挑高來講 沒有 因為你本來就是 這不用講了 大家看就知道 這也沒好到底 觀眾朋友注意了 有時候我們 稍微隨著年紀的增長 身體會有一些多少的老化問題 肅清說 有一些人面容會有一些改變 這個自然本來就老了 對不對 老是老 有一些是不一樣的要注意 真的 有一些長相的變化 有可能是疾病的征兆 面相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其實有一些古人 大家也可以參考 不過這個人他是這樣 他有一天很妙 他是去吃洗酒的時候 剛好遇到一個醫生 然後那個醫生 就是剛好是等於說 他就在跟醫生聊天的時候說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生小孩的關係 反正自從生完小孩之後 腳也變大了 以前的鞋子穿不回 這個是女生 幾歲的女生 他已經四十幾歲了 然後他就說 然後手也越來越粗 戒指到現在都已經戴不下了 然後他先講了這兩個事情之後 醫生說 那可以跟你握個手嗎 他想說醫生是登圖子嗎 他說那握什麼沒關係 醫生 我是看醫生 又不是看手相 對啊 然後醫生就跟他握完手之後 就說 我是建議你 你應該找個時間到醫院看診 那看一下就是看神經外科 或先看叫做內分泌新陳代謝科 他說我內分泌出了問題嗎 他想說有道理 就一直腳變胖 整個腫起來 好 後來去看的時候 就帶了他以前的相片 他說你仔細看自己的相片 你有沒有發現 你跟以前長得不一樣 他說當然不一樣 因為我以前是 以前是色相眉 現在是命離眉 我都說我是命離眉 真的 晚年有福 是 你好強 他就是命離眉 怎麼說呢 他鼻子變大 他下巴變厚 他額頭開始凸出來 命離眉 是不是 他說 得不不不甘嗎 下半輩子要好命人 他說沒有 你這是命離眉 可是你這個東西 你有沒有發現 你這個東西 其實我懷疑 你腦下有長一顆腫瘤 所以我先讓你抽血 他就先去抽血檢查 抽血檢查之後就發現 果然他有個東西叫生長激素 就是過高 然後去做檢查 就是腦下垂體長一個腫瘤 是因為那顆腫瘤 一直在分泌生長激素 他得的是一種叫 枝端肥大症 就是成年人 如果你的生長激素分泌太多的時候 你的身體的末端 就有開始變大 腳變大 好像 手變大 我有看過 指頭變粗 變粗 腳變大 然後下巴變寬 他不是 這種跟命離眉不太一樣 就整個都是變 有點像要變去 那是一開始 像要變浩克這樣子啦 是 那他運氣很好 因為早期剛好遇到醫生 醫生發現 然後他後來做了手術 從鼻子進去把那顆瘤吸掉 就沒事 就慢慢長回來了 醫生說 其實他們一握手就知道了 他說那時候我們人手也是命離眉 很厚 是啊 摸起來就是有水 就是摸起來就厚厚的 我想說我健身 我馬上要變館長 要變館長 變館長 結果一開完刀就變村長 好多課要看了我們 那我們接下來請艾菲爾老師來告訴我們 哪些星座人在2019的秋冬呢 要注意自己的健康狀況 那麼哪些星座朋友的朋友 人在2019年的秋冬 要注意一下這個健康的狀況 請大家參考太陽及上升星座 有上榜的朋友呢 就是一個叮嚀跟提醒 這個秋冬呢 最好不要生病感冒 那麼如果有生病感冒的話 一定要去就診 來 第三名上榜的是摩羯座的朋友 是什麼問題呢 給你做一個提醒 會有一些胡思亂想的現象 而且影響到你的睡眠 等於說這個秋冬摩羯座的朋友呢 是健康比較偏弱 會比較弱在哪個部分 是比較你的身心的部分 特別是你的睡眠以及心靈 容易胡思亂想 那麼這個煩躁呢 就會引發你全身性的 其他的一些疾病的產生 所以我們提醒摩羯座的朋友 這個時候放寬心情 保持愉快的心情 那麼也許能夠改善一些健康的狀況 第二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 我檢查之後我就告訴他說 這個是流感 然後呢 流感 流行性感冒 其實正確名詞是流感 以往的名詞都說 這個有感冒正在流行 叫做流行性感冒 但是現在都會建議 直接用流感這個詞 因為病毒跟普通的感冒 是不一樣的 來 再次注意 醫生有交代 流感是死人的 很嚴重 跟一般的感冒不一樣 有哪些不一樣 來注意一下 第二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 如果是這個星座 也請你注意一下 這個秋冬不要感冒了 不要發燒 獅子座的朋友 可能會有一些健康的問題 是哪一方面 是屬於職場過勞的現象 引發了情緒的憂鬱問題 其實到了秋天冬天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季節性的一些憂鬱 那麼獅子座的朋友在這個方面 會更為明顯 那麼除了季節性憂鬱的問題 也會因為職場的不順利 而產生了一些煩憂的狀況 再來一個部分就是說 如果說你這個秋冬 又特別地經常加班 或特別地勞碌的話 也會因為疲倦 而導致其他的生命的疾病的復發 或者是說一些炎症的產生 所以請視座朋友 注意這個秋冬的一個 靜養跟進補 再來我們看到第一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 如果是這個星座 2019年秋冬 也要注意健康問題 是我們的天蠍座 我們的肅清 這個太陽上升天蠍座 看看是什麼樣的一個健康提醒 會有一些無精打采的現象 而且身體會有一些發炎的問題 這個現象最主要還是受到 我們這個天體行運的影響 天蠍座在這個秋冬的天象的運氣 引發你身體容易有一些發炎的現象 這個發炎現象可能是 比如說牙齒發炎 眼睛發炎 或者是說耳朵的發炎 導致了你有一些 這種身體的一些這個 怎麼講就是不舒服 再來就是說 持續性的一些身體發炎 也會讓你覺得 怎麼覺得自己生不生 好像就是沒有精神的感覺 所以有上榜的朋友 摩羯座 獅子座 天蠍座 這個秋冬 請你注意身體保暖 跟健康的各種反應 給你做參考 來來我們另外就有些人說 家裡的小朋友 就是面黃雞獸 不愛吃東西什麼挑食說什麼 其實這種就交給阿嬤就好 阿嬤帶大 你都看得出來 哎呦 這幾年當醫生的經驗 我都覺得阿公阿嬤 是一個很奇特的生物 對 他可以例如說 明明沒什麼事 然後他會說 是鼻鬥炎嗎 是肺炎嗎 是腦膜炎嗎 就是沒什麼事 他會告訴我說 因為你還在看診 你還在把脈的時候 他就在旁邊嚇唬一下 他其實也搜尋過了 他會跟我說 是不是很嚴重的疾病 但另外一組就說 明明是很嚴重的疾病 他跟我說感冒而已 我之前遇到的情形 就是這樣子 他這個孩子來的時候 其實就很虛脫 很不舒服了 然後全身痠痛 發高燒 我檢查之後 我就告訴他說 這個是流感 然後呢 流感 流行性感 其實正確名詞是流感 以往的名詞都說 這個有感冒正在流行 叫做流行性感冒 那現在都會建議 直接用流感這個詞 因為病毒跟普通的感冒 是不一樣的 結果呢 這個阿嬤我就跟他說 這個是流感 這個是很嚴重的 我要開一個殺病毒的藥物 給他 要他認真吃 結果呢 我講到一半的時候 阿嬤就接起電話 有啦 你看病啦 沒什麼啦 他心說比較嚴重的感冒而已 就說感冒比較嚴重一點點而已 實際上真的不是 我還特別跟他牽膠帶 萬膠帶說 這個病跟普通感冒不一樣 你回去一定要給你孫子 認真吃藥 你也要跟他爸爸媽媽說 這個要多小心 多注意 隔了三天之後 因為我有幫孫子約回診 孫子沒有回診 阿嬤回診了 阿嬤說 醫生啊 我也算疼 我也發生 我也很不舒服 我就看一下病例 幾天前我印象還在 我說 這應該是被你孫子傳染到 孫子呢 今天怎麼沒有回診 他說 沒有啦 我那個孫子去訪問了 肺炎 喔 他從流感轉成肺炎去住院了 然後我後來仔細問才發現 其實回去阿嬤真的把他當作感冒 那這個藥物 這個時候 你有發燒來 吃一個藥 沒有發燒 這藥不是好咪 我們能夠不吃就不吃 就擺在旁邊 真的是阿嬤的口吻 真的 結果隔了兩天三天 孩子高燒不退 精神很差 呼吸急促 去醫院 然後阿嬤本來開始自己發燒 想說拿孫子的藥來吃一下看看 結果發現孫子去住院了 阿嬤就覺得 好像不大對勁了 反而阿嬤來看醫生 來 再次注意 醫生有交代流感是死人的 很嚴重 跟一般的感冒不一樣 有哪些不一樣 來注意一下 流感叫做流感病毒 然後一般的感冒 就是一大堆鼻病毒的綜合體 那它會出現的症狀 流感你會發現說 它的症狀來得很急很猛 然後一般感冒呢 好像還好 有一點點咳嗽流鼻水 好像沒有什麼太明顯的症狀 那流感呢 高燒39度 一般感冒不見得會燒 所以今天如果你在我面前說 陳醫師我頭有點痛 咳嗽流鼻水一點點沒有發燒 那流感的可能性比較小一點點 再來流感它會出現明顯的肌肉痠痛 那一般感冒基本上 不見得會有肌肉痠痛的症狀出現 那流感疲倦頭很痛不舒服 那一般感冒其實很少全身症狀 主要都是呼吸道的症狀 所以我會跟各位爸爸媽媽 或是說各位真的看病的人說 如果你在我面前你覺得你超級不舒服 從來以前沒有這樣的經驗 那其實流感的可能性比較大 那如果你說陳醫師我就是咳嗽流鼻水 也都沒有發燒 一般感冒的機會大一點 我們醫生之間有一句話說 時間會告訴我們答案 所以有的時候說 陳醫師我要下背痛很痛 我昨天有去搬磚頭搬冰箱 說是不是扭到 我們當然一開始也覺得說 時間上的邏輯觀念 應該是這樣來講 但是隨著時間說 你扭到好歹一個禮拜也會好了吧 為什麼一個禮拜還這樣 然後還有發燒 是不是什麼其他的症狀 其實隨著時間 我們都可以觀察出最後的答案 所以那種流感的肌肉痠痛 跟我們做重訓 搬磚頭搬冰箱的肌肉痠痛 一樣的感覺嗎 還是不太一樣 其實有一點點像 但是又不是那麼像 其實我之前曾經有遇過幾個流感的 他說真的感覺上 就是被卡車撞到的那種痠 全身從骨頭裡面痠出來 比較不是那種單純 只是肌肉裡面的感情 不是肌肉的感情 是骨頭 骨頭裡面痠出來的那種 跟大肌肉在痠是不一樣的 那您床上其實不大好分 所以其實我們都會還仔細的詢問一些 其他症狀一起組合起來 才能知道答案 瓊月感冒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補充 可以增加我們的免疫力 讓病快點好 好的 因為感冒真的要去看 因為千萬不要再自己去買成藥來吃 因為這樣才可以就是正確判斷 是什麼樣的感冒 那如果已經感冒 其實我們可以建議就是在家裡補充 譬如說接下來 黃昱布老師要用測字占卜的方式 來告訴我們 我們未來一個月內的 會不會是一個健康寶寶 我們看一下伸牆體狀 我們直接用這伸牆體狀 四個字裡面選一字來測看看 先講好 三好一壞 請現場貴賓 還有觀眾朋友 從這四個字裡面來選一個字 來測看看 未來一個月 你可不可以伸牆體狀 好 請囉 如果已經感冒 其實我們可以建議就是在家裡補充 譬如說維生素C 那維生素C的話 就是你是當作一個輔助 那最高你可以補充到2000毫克 如果你手邊有一些補充劑的話 對 就是最高可以補充到2000毫克的維生素C 那再來就是要補充一些我們的B群 那手邊有的話 也是用劑型的方式去做一個輔助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多糖體 那多糖體它就是可以提升我們的一些免疫能力 它有一些三鐵類 就是像一些菇 菇類 木耳 鹿 對 就是香菇 杏鮑菇 金針菇 五菇 雪白菇 現在很多菇嘛 木耳有 木耳也有 對 那就是這些菇訓類的 其實它的多糖體含量是高的 那再來就是可以補充一些像所謂的維生素A 那維生素A它是可以幫助我們修復我們這個 呼吸道的一個黏膜的一個上皮 所以維生素也可以補充 還有一些像譬如說鑫 鑫就是可能會儲存在我們的蚵仔裡面 蛤蚵 蛤蜊 蛤蜊裡面都 蛤蜊 然後或者是蚵仔裡頭都含有這個鑫 那這個也是會幫助我們提升我們的一個免疫能力 所以以食物的方式可以從這邊去做一個補充 就是我們可能知道比較高的可能就是像一些 巴勒啦 奇異果啊 那巴勒奇異果其實一天 譬如說你奇異果 如果你沒有吃別的食物 那你這時候正在感冒的話 你可能一天可以 如果你沒有高血糖的人 你一天可以吃三顆到六顆左右 奇異果 對 如果你沒有血糖偏高的人可以吃三到六顆左右 因為它維生素C含量算是高的 那再來就是像小番茄 小番茄裡頭也有所謂的一些 我們剛剛講一些維生素A 因為它就是橘紅色的部分 像我們的彩椒裡面也有紅椒黃椒 那它其實裡頭含的維生素C含量也是比較高的 所以你就是在感冒的同時 你就可以補充一些這樣的食物 那像豆芽菜它裡頭維生素C含量也是高的 那維生素C含量高 其實你吃豆芽菜你就不會有糖分的問題 而且它是算蔬菜 所以它的一個膳食纖維含量也是高的 在感冒的當下其實你要補充好的蛋白質 就是品質好的蛋白質 就是我們的魚肉跟雞肉的部分 這時候如果你在感冒的時候 其實這兩種蛋白質在人體 修復的時候是比較容易被吸收跟利用的 所以這時候你就可以暫時用這些白肉去取代紅肉 就可以幫助我們就是在感冒的時候 縮短那個生病不舒服的感覺 感覺等一下在超市就會看到你在買這些東西 真的 好 接下來我們要請陳冠宇老師來告訴我們 什麼樣的風水擺設呢 可以增加我們的健康運 可以增加我們健康運的風水擺設當中 所以一定要當然從你的家裡面 內部裡面去擺設東西 可以讓這個空間產生另外一種磁場 就會帶給我們裡面人的新陳代謝 會有所增加 在臥房的四個角落 所以我們你的一個 你自己睡的臥房的四個角落 擺放有這個 福 路 平 安 那擺福 路 平 安 就代表我們要擺出這個空間裡面 有這個五行能量 這五行能量在這個氣場裡面 自然你睡在這裡的空間裡面 就會幫助你有作為一個氣場的轉化 所以自然你有身體上新陳代謝比較差了 就空間有這個物體 它就會帶出來一種氣場 所以我們第一個 福 路 平 安 什麼叫福 路 平 安 就我們這個房間 比如像這個圖 我們在門這個角落的時候 這個湖就一個葫蘆 在附學院在講葫蘆 本來就除藥 本來就是醫藥 還可以治病 就是代表古時候人有生病 常在家裡面的老人家 就會在臥房裡面擺個葫蘆 葫蘆它本身就可以讓我們這個地方的氣場 不好氣場 失意納進來 再來福 那就代表福氣 那路就擺個路 所以有路的一個圖騰 所以用路 路也代表財氣 你睡了有財氣 你既然你有財氣你就沒有煩惱 所以有財氣沒有煩惱的時候 你的病灶就少 那自然你就會達到健康的效果 那再來就瓶 瓶就花瓶 你有花瓶的時候 有花瓶的時候 平安 就平安在 平安在這個空間 安 什麼叫安 安就是on 所以古舌它是同諧音的一個意涵 就是說on 就是安 所以你要福 路 平安 就在這個空間裡面 有福 路 有路 有我們的花瓶 還有一個on 這種氣場 你看這個裡面 它有不同的形狀當中 就是五行的金木水柔土 你睡在中間的時候 這個氣場在這裡面 五行中 綜合在這個空間 就代表裡面所有能量是聚組的 能量聚組的時候 它就可以帶給你健康平安 那我們另外一個角度去思考 因為這空間你為了要擺這些 路 路 平安的時候 你當然就會把你的臥室裡面的空間 整理乾淨才看得出來嘛 所以這也因為你把這些東西 雜物都清除掉了 擺了這四樣東西 自然而然就帶來你的健康的福氣了 第二個我們房子裡面 就要介紹的時候 做怎麼做呢 宰屋的空間在冷氣的對角 擺有綠色的植物 我們用這個圖來看 這個地方是一個冷氣 忽利式冷氣從這裡吹出來的時候 那這個空間我們可以看到客廳跟餐廳 這是併在一起的空間 那這個空間很大 所以你知道就要它的對角 對角的位置這邊擺一個綠色的植物 因為綠色植物的時候你想想 氣從這個出來它叫做水木相生 水 水就是氣流 冷氣出來是水 那有樹木在這個地方 樹木產生了它有氣 產生了氣的時候就會吐出氧氣 所以在氧氣的時候 空氣流進來到另外一個對角的時候 氣流就循了一個圈圈 一個圈圈在空間裡繞 這繞著圈圈的能量自然而言 就是氧氣聚足之後 你住在這個空間裡面 就會帶給我們好的健康運 因為如果你沒有一個綠色植物 這種家裡面的小毛病就多 所以我常常建議說 我們家裡面的 有些人家常常有小毛病很多的 這種家庭 我都建議你把它整理乾淨之後 至少你在哪個角落 就擺一個綠色的植物 因為綠色植物 它一定可以吐出氧氣 給我們這一家 有時候空氣裡面 常常有窗戶都關著 窗戶都關著的時候 你一直我們在裡面呼吸 二氧化氧也吐了一大堆 你又沒有去空氣溜清氣 沒有空氣溜清氣的時候 那這種沒有清淨 那自然而然就會 那個二氧化氧越來越高 那這種狀況就對我們健康 小毛病就越多 那你擺一些綠色植物呢 讓它吐出一種氧氣 吸收二氧化碳 相信對我們家裡面的健康 就會有相對很好的幫助 所以我們建議說 在哪個每一個空間裡面 對角線能夠擺有 冷氣的對角線擺有綠色植物 相信對健康會有所幫助的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那接下來黃悠福老師呢 要用測試占卜的方式來告訴我們 我們未來一個月內的 會不會是一個健康寶寶 我們看一下身強體狀 我們直接用這身強體狀 四個字裡面選一字來測看看 先講好三好一壞 請現場貴賓還有觀眾朋友 從這四個字裡面來選一個字 來測看看未來一個月 你可以不可以身強體狀 好 請囉 那我選體 體 體 來 醫師 我好不想選 很難喔 為什麼好可怕 我每次選都會選到最不好 莫非定律 你這邊你先選完 你回家喔 上網路上YouTube看我們 看重播就可以自己去選100分了 深 深 那我來個狀好了 嗯 我看還是骨骼豐富會比較好 所以體質 這樣吧 壯 來 笑些 那我選強 強喔 我選壯 我們先來看答案 我們有錢往後來開講 是 先從第一個 深 深是陳醫師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 如果你是選這個字的話 答案是 屈體健康自由自身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所以說你無病無災嘛 什麼多嘛 身體很健康 你要去玩 要吃要喝 都可以自由自在 非常的享受你的健康生活 所以呢 這個深強體健的指數是90分 哇 很好 好 下面是強 強是孝萱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 如果你是選強的話 答案是 雖然體弱每天運動 我先講一下 這一邊是 左邊這邊是弱的開始 那這一邊是衰的開始 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目前雖然不怎麼樣 但是你每天的養生 每天運動 每天活動 身體是由弱轉強 是越來越好的 是 身體還是很不錯 你有注重保養 所以身體健康指數是 80分 天啊 我現在都有在運動耶 是喔 這個骨骼豐富的 骨骼豐富這個是 冠宜老師 真的骨骼豐富耶 太豐富 還有觀眾朋友 如果是你選這個字的話 答案是 強筋健骨養身豐富 你做這麼養生嘛 然後身體很強健 這個是比較之下 是最好的一個啦 所以這身強體健的指數 是100分 最好 好 那抱歉 當然最後這個 三好一壞嘛 這個字大概就是壞的啦 觀眾朋友 如果你選到這個字的話 答案是 床上握病 士氣低落 抱歉 這邊剛好是床的開始 這邊士氣的士 所以很抱歉 這個是比較不好的一個 就給了30分 還是要注意自己身體的健康啦 是 看來我剛剛的解釋 是衝著我自己的 觀眾朋友 你如果心裡有一點不舒服的話 選到30分的話 也不用上網罵老師 買一些綠色的植物 放在冷氣的對口 在Youtube上 有機會就可以看重播 看重播的時候 還可以快轉 還可以拉回來 記得要選100分 記得要選100分 把心情調整回來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來賓 也感謝你們收看 三日同一時間請 準收看 命運好好玩 掰掰 掰掰